一天,他的收費是五塊錢一天 去年初,巴達灣市議會突然間終止發麻和劉先生的管理權 同時,巴達灣市議會也將這個夜市的營業權交給另外一家私人公司 該市的公司則立刻通知小販們,要強迫他們遷到MJC商業中心中間的地點去營業 這個新聞好像有出過去年 而且收費就非常怕人 從一天的五塊錢增加到十九塊一天 而且他也強迫小販們必須營業一個星期五天 由於那個條件太苛刻,就是強迫性的一個星期五天 以及太貴的收費 一天十九個星期,許多小販拒絕錢進去 但是,當時受到這樣的事情之後 巴馬作為一個市議會在做任何會影響他們生計的決定前 應該尊重他們的醫院,諮詢他們的觀點 巴達灣市議會不應該把小販當人球踢來踢去 當需要帶旺一個地區的時候,就叫他們去營業 當一個地區開始有點旺的時候,就來刁難他們 同時,羅克強也因學會尊重人民的醫院 七里市政區的市政交通就是因為羅克強一意孤行 不停民意而搞到一團糟 越弄越亂,塞車情況也沒過得改善 如今,MJC夜市的運作將影響幾百個家庭的生計 他身為巴達灣市議會主席兼周一元 引以人民的生計和利益為優先